我們還不可以鄉親他 不可以 另外 我們的最低的需求 就是要有完整的公園 連警察怕這種就在幫忙我們 他們也很混亂 大家說對不對啊 所以我跟各位大家報告 我們的需求很簡單 不過因為來者時刻 代表我們福德地區的風度 我首先介紹一下 那個台北市政府 都發局的羅科長 大家跟他鼓掌一下 你看這麼善良這麼有工作 我們對市政府的官員 我們也是跟他鼓掌 他也是承辦公務 我們也是謝謝他 另外有陳立會議員的主任 煥忠 還有那個 那個中坡里的里長 曾傳達曾里長 還有那個 黃文衛議員的主任 濟炎 還有戴錡金的主任 大家好 還有張茂蘭的主任 跟各位報告 跟各位報告 我不分黨派 我每個議員 我大多數都去通知了 那今天我跟各位報告 那今天我跟各位報告 我先把今天的主桌 跟各位報告以後 把我們今天訴求 跟媒體做一個報告 我們的意思就是 在好龍斌市長的時候 還有公園用地 我們有公園用地 他 他有保留 要蓋公園主宰 用六百戶到一千五百戶 我們這麼善良 都給他支持的 現在的柯市長 要把報告變成兩千八百戶 這樣有惡劇嗎 他要把你的公園 你們將來 你就沒有這個公園用 所以我們的訴求 第一個 就是要請保持 完整的公園 你們不要再跟我們摸頭了 我們就是最低的需求 我們的抗爭 會越來越大聲 好不好 當然自己來救 好不好 所以跟媒體報告 我們第一個訴求 就是要一個完整的公園 第二個 我們陪伴的 市政府 為什麼 他徵收我們老百姓的土地 說現在這土地是公家 徵收過去 所以現在是公家的土地 兩百變四百 對 那農機率 市政府兩百一 翻過來 他透過都市計畫委員會 做變成四百 他怎麼變都可以 我們跟他怎麼變 我們動不起 這樣有 所以我們只有很善良 我們不是說完全拒絕 這個公營住宅 我們說你們可以一半 一千四百戶 我們這樣不是很善良 所以我們第二個 就是要訴求 我們第二個訴求 就是公營住宅的 負數 兩千八 減成一半 保留我們這個公園 第三個 我們 這個兩千八百戶 還有區公所要過來 就超過了 一萬多人 一萬多人的話 在座的 你要進來 裡面都講話 這個公共安全在哪裡 他 市長 在進行承諾說要照顧老百姓的 臺北市民的公共安全 生活品質 再來一萬多個人的話 他市政府 郝龍斌市長 在九十五年說 周邊的服務道路不佳 所以那邊是兩百億 請問你 周邊的道路有變寬嗎 請問都花局的局長 你來走走看 周邊的道路有變寬嗎 那一萬多人的停車位 對不對 對不對 他有沒有顧到我們的生活品質 沒有 有沒有 沒有 而且林作民局長 說我們 現在的是這種關係 為什麼不相信 今天來的立化 那個